大家好 现在春天呢 很多花友啊都会去网上购买一些植物回家摘种 那么最受欢迎的应该就是多肉这种植物了 那么我们买回来多肉应该如何正确的给它处理 然后呢才能给它上盆呢 首先我们买回来的多肉啊 这个商家呢都会给我们呢 酿上几天 会把它这个根系啊全部都已经酿干了 那我们拿回来之后啊不能够直接给它摘种 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步骤 那么这一步呢就是给多肉修根 首先我们要知道多肉它这根呢 现在呢都已经老化了 那么这些老化的根呢 如果我们直接摘种的话呢 它在盆土里面呢吸收营养啊会特别的慢 吸收营养会特别的少 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多肉啊生长特别的缓慢 然后呢长得特别的瘦弱 所以呢我们就要给它修根了 但是修根的时候啊很多花友呢 就担心会把这个多肉的根剪太多了 导致这个多肉啊长得特别的慢了 或是难以扶盆呢 其实啊多肉它长根速度是特别的快的 我们不用担心啊给它剪多 我们在修剪的时候啊 把它的一些毛细根呢 最好就是全部给它剪掉 但是这些主根的话怎么办呢 像这一个主根的话呢 我给它剪一点 剩下这么长就可以了 剩下上面这些毛细根 我们都可以给它剪掉 这样就基本上剪完了 现在剪的只剩一点点根了 然后啊我们会看到这上面 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已经干扁的叶子 我们也把它摘掉 这些干扁的叶子你不摘啊 它会浪费特别多的养分的 而且啊它也没有什么观赏价值的 留着也没有用 这样修过根呢 然后老叶片干扁的叶片也摘掉了 然后呢我们会看到 现在我们这个多肉啊已经长了花了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花朵啊 我们也最好就是把它剪掉 因为这些花朵啊 本身它的观赏价值也不是很高 而且呢这个花朵啊 它会消耗特别多的养分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拿剪刀 给它剪掉 剪的时候啊直接把它这个花梗 这里直接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的这个花梗呢 让它自然枯萎掉就可以了 剪的时候要小心哦 不要伤到那些健康的叶片 然后看到现在这里面啊 也长了一朵花 可以轻轻用手给它拧掉也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处理好之后啊 这个根系呢 因为它有伤口 所以我们要给它做一个消毒杀菌处理 可以配置好0.1%的这个多菌磷溶液 然后把它放进去泡两三个钟左右 然后再拿出来晾根 等到根系晾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重新给它上盆了 好了 这个多肉的处理工作啊 我们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啊现在已经买了多肉回家了 就可以按照我这种方法尝试一下 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